HELLO 大家好 我是Arikan HELLO 大家好 我是萨兒 我們今天呢 怎樣 我看到我們要講的到底是會覺得很好笑 男性用 鋪墊 男性也會有個秘密嗎 會有啊 就跟女生一樣 你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嗎 早上的時候 夢 夢衣 是為了這個設計的嗎 為什麼會有男性鋪墊 那是為何 為何 為何 為何你要讓我知道有鋪墊 好啦 來吧 我試試看 欸 你快點啊 沒辦法繼續唱了啦 稍微嚴張一點的男生 他們不是就是包尿鋪嗎 重年到老年會有一個過程 是會漏尿之類的 我就是那麼細的 欸 你是 欸 我高級喔 這樣很像外産鞭 哇 你好熟練喔 背畫 你要熟練的耶 很像女性的外産鞭 欸 那是 它這邊也有使用方法 這邊有大的在前面 根根 根根的地方是大這邊包住 然後這個是後面 因為尿是前面在漏尿啊 這樣不會頂到屁眼嗎 你要講啊 這麼 它感覺剛好到 你可以表演 剛好到畫下 好舒服喔 對啊 這樣只能試一次 我覺得這個感覺已經不像是護墊了耶 它的名字是護墊嘛 因為我覺得這個厚度 跟女性的衛生 別一點就差不多耶 真的假的 然後撕開來的感覺 哇 三角形耶 它這好像日本才有賣的 可是台灣其實也有不到這件事情 沒有跟我們講 其實我們還滿好奇的啊 因為畢竟我們就是很喜歡講 這些生命的東西 一般分泌物比較多的男性也是可以使用 做什麼事情啊 會一直有分泌 生病的人啊 痾 比較有分泌物的人 什麼 慾望比較強烈的人 如果是小男孩在學尿尿的 如果甩不乾淨 有沒有可以用的 媽媽趕快去幫小朋友買你 可以當口罩嗎 破在... 也在時代裡面 真是嗎 如果喜歡的話呢 日本時代五世代購獲得這款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記得要幫我們訂閱 訂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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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幫我們分享 按讚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